這其實是他生命中最後一個完整的作品 第四月章的他就在上面寫了一個title 叫做一個艱困的決定 然後他下面寫說一定非得如此 我覺得對我們現在的狀況來說好像是不太容易的決定是 那我們在完成Bartel之後我們到底接下來是要走往什麼樣的方向走 那這也是一個不太容易的決定 那但是同樣的貝多芬說 S Moose Line 好,非得如此不可 而且一直重複 好像我們也是非得如此不可 一直為了音樂這樣子一直走下去 這樣子 所以就是Somi La 這樣啦 然後他聽起來就像Mose S Sine 是這樣子的提問 然後回應的時候就小意思 還有人的三部這樣 有一點回應 然後他再提問一次不一樣的音道 就是一直反覆的這幾個音一直重複 同樣的音 然後到了這個整個 續舟結束的時候 突然變到 把它倒過來 La Do S 然後 S Moose Line 必須現在就是如此 而且是一個非常 什麼 充滿了能量跟 喜悅的那種樣子 跟那個小調 然後非常辛苦的那種 的提問 好像完全不一樣 就算是經過人生這樣 所有的事情 最後了 那我還是得去很歡喜的 或者是喜悅的去接受 所有這一切 然後走完這個 一定 基本上是貝多根 看過人生的 對 對對對 在一些地方 對我而言就是會 欸 是Bartok嗎 因為他有一些和聲的東西 或是他比較尖銳 你其實就是會 想到說 他手耳機 就是褲 然後他那個反差 跟他那個 得得得得 快樂的東西 他其實就是有這種 很大的性 好像沒有什麼 對 我覺得有一部分也有可能是 他內心 充滿了這麼多豐富的音樂 but yet 他聽不到 他跟外界溝通的 是需要更加用寫字的 我覺得這個是用很艱難 他有滿腔的熱情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 好好地表達出來 他只能付諸在音符上面 我想是因為這樣的反差 我自己也覺得 我很同意歐陽老師 就完全顯現在他的音樂裡面 就需要很不同的角色對換 我一定要封嚇一下 我會不會 他有很多人 就要慢 我會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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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